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 我们要向您和您的家人说声圣诞节快乐 相信您一定和家人在一起点亮了圣诞灯 装饰了圣诞树 在优美的圣诞歌曲中 享用了丰盛的圣诞大餐 那么我们一起来说说与圣诞节有关的话题 比如圣诞节的起源、风俗 以及圣诞节的变迁等等 让我们一起穿越次时光隧道 首先我们来说说圣诞节的起源 您知道圣诞节为什么要定在12月25号这天吗? 基督是世上的光 圣诞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 可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耶稣诞生在具体的哪一天 那么为什么圣诞节会定在12月25日呢? 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纪念圣诞节的活动 在公元336年12月25日 那是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在位时举行的庆祝活动 他也是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君王 几年后 凯撒宣布12月25日为基督诞生日 公众可以在这天开展庆祝 实际上 把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 并不仅仅出于罗马的官方规定 圣诞节的诞生也综合了许多历史和文化的因素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在1582年采用了罗马教宗格列高丽推出的新历法 它比罗马原有的历法更准确 圣徒奥古斯汀于公元6世纪把基督教引入英国 由于他来自采用罗马历法的国家 所以英国选择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 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这一风俗 于每年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 你想过吗 为什么过圣诞节要装饰圣诞树呢 在寒冷的冬天 用一些长青树木来庆祝节日 已经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传统 罗马农神节上 人们用冷山来装点神庙 基督徒用它来象征基督生命的不朽 一般的民众则用它来表示对春天的向往 可是没有人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京东长绿的冷山被当作圣诞树 并成为节日的一部分 大约在一千多年前的北欧 人们过圣诞节时 是把圣诞树像吊灯一样倒挂的 那时候作为圣诞树的多半是樱桃树或山楂树 或者人们只是取一段树枝移植在家里 买不起圣诞树的人家 就用木头搭一个金字塔状的形状 然后用纸、苹果、蜡烛等把它装饰起来 在中世纪的德国 这种树象征着异典园 12月24日这天 是亚当和夏娃的纪念日 人们在这天晚上 在圣诞夜教堂前举行圣诞剧的演出 好让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人 也能了解圣经的故事 在演出开始之前 人们会抬着这棵树在镇上游行一圈 像是为演出做广告 英国最早的一棵圣诞树 大约出现在1830年左右 到了1841年 圣诞树已变得相当流行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托王子 在温莎堡树了一棵圣诞树 描述这一场景的一幅插画 发表在伦敦新闻报上 她的发表推动了圣诞树在英国和美国的流行 圣诞歌能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可是你知道吗 圣诞歌起源于几千年前的欧洲 可是最初它并不是赞美圣诞节的 最先唱起这种歌的人也不是基督徒 这种歌一般是人们庆祝冬至的时候唱的 早期的基督教徒借鉴了这种受人喜爱的歌 并赋予他新的生命 英文中的Carol一词 原意至舞蹈或者欢快的歌曲 早期的基督徒借鉴了其他民族 在冬至的庆典上唱的歌 赋予他基督教的含义 公元129年 一位罗马的教皇认为 天使的圣歌这首歌 应该在罗马的庆典上演唱 另一首著名的赞美诗 写于公元760年 由伯利恒的一位诗人谱写 此后不久 在欧洲很多人开始写作圣诞颂歌 可是喜欢这些歌曲的人却不多 因为绝大多数这类诵歌 都是以拉丁文写成的 一般民众听不懂 到了中世纪 大约1200年左右的时候 人们已经对庆祝圣诞节没多大兴趣了 1223年 一位意大利基督徒挽救了这一局面 他通过演出耶稣诞生记 更多使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 让人们能看懂演出的内容 这样圣诞颂歌又重新流传起来 传播到了法国 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国家 最早的圣诞颂歌写于1410年 他歌唱了耶稣和母亲玛丽 在伯利恒与众人会面的情景 在1647年 克伦威尔执政以后 圣诞颂歌一度被禁止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两个山村的英国人 William Sandis和David Gilbert 收集了很多古老的圣诞歌曲 许多新的圣诞歌曲也相继产生 人们既可以在街头唱 也可以在教堂里唱 许多教会还在圣诞夜 开展烛光仪式 人们在烛光中唱起圣诞歌 一张小小的圣诞贺卡 最能代表我们对家人和朋友的美好祝愿 可是你知道吗 第一张圣诞贺卡是谁设计的呢 当第一张圣诞贺卡出现的时候 它在英国卖一仙令 相当于现在的八分钱 如果你收藏着这样一张圣诞卡的话 它现在的价值可是难以估计的 圣诞卡的出现要感谢Henry Cole 它帮助设立了英国早期的邮政制度 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府职员 1843年 它和一位艺术家朋友John Horsley一起 设计了第一张圣诞卡 售价为一仙令 今天相当于八美分 这是一张三折的圣诞卡 中间一折画着一个正在庆祝圣诞节的大家庭 人们手持一杯红酒 另外两折则画着人们帮助穷人的画面 第一款圣诞卡印制了一千个 很快便销售一空 英国的辩识邮政在1840年才兴起 Henry Cole努力帮助辩识邮政普及到大众 因为在那之前 只有富人才用得起邮政服务 随着新铁路的兴建 邮政服务也逐渐平民化 这种不需要信封的圣诞卡只需要1.5个便士 只有一封普通信件的一半的价格 因此流行开来 到1860年 邮政服务的价格更加亲民 寄一个圣诞卡只需要半个便士 邮政服务于19世纪40年代后期传入美国 可是当时非常昂贵 1875年以后 随着一位从德国来的印刷家Louis Prong 印制了大量的圣诞卡 普通人也买得起了 过圣诞节的时候 孩子们最期待最喜爱的就是圣诞老人了 可是你知道吗 公元四世纪时 住在土耳其的圣人尼古拉人 不仅是孩子们的最爱 还是航海者的保护者 他怎么变成了风靡全世界的圣诞老人呢 传说圣人尼古拉斯年轻时父母双双去世 给他留下很多财富 年轻的尼古拉斯慷慨好失 总是帮助穷人渡过难关 到了16世纪 在北欧和英国 流传已久的圣人尼古拉斯 渐渐被当作圣诞老人 后来 荷兰移民者把圣人尼古拉斯的故事带到了美洲 他的名字被叫做Center Class 今天他的名字已经演变成了Santa Claus 1949年诞生的一首歌曲 鲁道夫与红鼻子麋鹿 更是让这位圣诞老人的故事流传得更远 而且英国的圣诞老人 与美国的Santa Claus越来越像 人们还相信他住在北极圈里 孩子们相信 这位老人会在圣诞夜 坐着麋鹿拉的雪橇 忙着给全世界的孩子送礼物 圣经中只有十二处经文讲到三个智者 在东方的天空上看到一颗闪亮的星 他宣告了基督的诞生 于是三位智者一路追寻到伯利恒 他们看到了那颗星是起义的天象吗 千百年来 人们做了种种的研究 根据圣经记载 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时 三位东方的智者看到了天上不同寻常的星光 他们一路追寻着星光来到伯利恒 见到了这位将成为救主的婴孩 根据考证 三位智者可能来自伊朗 伊拉克 沙乌迪拉伯以及野门等地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一幅著名的油画展现了三位智者 见到出生的耶稣这一幕 画作上方有一道彗星划过 人们推断可能是哈雷彗星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 三位智者熟悉天象 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颗超新星的爆发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 智者们看到的天象 可能是公元前七或六世纪 双鱼座星群中的木星与土星之间 形成的一个三角形 因为双鱼座在古代波斯人的星象学中 有着独特的意义 木星代表着皇室 土星则代表了历史上的统治者 所以在两颗星之间出现的一颗星星 对波斯人来讲自然意义非凡 以上节目由优势频道制作 我们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